這裡面他講的是叫做神翱蟹 我們神翱蟹當中 我們要了解什麼叫神翱 神翱一種叫翱羽 翱羽就是翱 翱就是翱的頭 羽的身 就翱羽 一種是翱龜 是翱的頭 龜的身 所以像這個我們在這個 台南這個風水 它本身就是翱龜 所以它是神翱蟹的 它是翱龜蟹 所以如果看山的時候 整個山就長得這樣子 我們到那邊看了山 這個山它有中間 一個大的山鼓出來之後 這個鼓出來 你看如果看那個整個布局 就好像一個龜的龜殼一樣的 所以整個這樣翱龜的血 翱龜蟹 翱龜蟹它本來的鄰古塔 就蓋到這個地方 那這個鄰古塔是不錯 我們可以看到說 為什麼不錯呢 它本身這個點 左右兩邊的山脈 左右青龍與白斧 都有一個彎豹 所以又有一個弱脈 從龜這個地方 整個脈路一直往下走 這個脈下走 就容器在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整個 這個最龍頭的一個形體 所以要有一個龍頭 龜身這叫做神奧 那在這個位置點 因為它本身蓋的是 大自然的環境非常好 但是建築當中有點瑕疵 瑕疵而產生了這些問題 所以神龜穴 如果障礙神龜穴裡面 一定會發富貴 但只是說你整個建築如果錯了 或是你在裡面顯得位置錯了 也會影響到整個這個裡面 所有人的命運 各位老師 我從這個新聞點 我有一個疑問 因為就是說 對於陳水扁先生能不能主政 他能不能當總統 跟他娶的老婆 加著祖先的這個風水 有這麼直接的關係嗎 因為照理來講的話 如果說今天我的後代子孫 能夠到這麼大的官 能夠當總統的話 應該是他本身 陳家的祖先影響會比較大 那跟他娶的老婆的祖先有關係嗎 OK 如果說今天我的後代子孫 能夠到這麼大的官 能夠當總統的話 應該是他本身 那跟他娶的老婆的祖先有關係嗎 OK 這都有關係 整個風水當中我們可以知道 如果你要找的風水 要找應徒兒子孫 所以這個所謂應徒兒子孫 說這個風水它是應徒兒子孫 應徒兒子孫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台灣 有很多產業裡面 我們來吃的時候 他們都是自己的祖先有多好 而是因為他的 太太這邊的祖先很好 而他的祖先好印到的 子女兒這邊 印到的夫家 對 祖先妹 對 所以應徒兒子孫 在我們台中最中心 所有應徒兒子孫 就是說後孫沒那麼走 真孫走 所以應徒兒子孫 所以現在我們很常常就會 都是養了子女生了子女 就只有一個女兒了 或是兩個女兒 這種情況你在找風水地 一定要找應徒兒子孫 一個風水是你幫人找地 不能找過應徒兒子的 應徒兒子你都沒兒子 沒兒子孫 所以我們要應徒兒子孫 前三強 後三弱 就代表擬兒得孫 所以像我們採用這個地方 我們就可以看到 之前阿扁他們的祖墳也不錯 他原來祖墳也不錯 就是他們爺爺 在他爺爺的祖墳 前面那個水非常好 再加上吳昆寺他這個地方 上了這個塔 那個隆穴也滿不錯的 所以當然在這個地方 就可以孫育出 他的女性會很好 但是這次換薩之後 你說他在湖邊 湖邊也代表女人 所以這一家的裡面 女人也會 這官司不會關掉 是啦 所以你的問題真是 你還有疑問嗎 就如果你們家的風水不好 你覺得你先生事業 現在會這麼好嗎 這條有送了嗎 感謝你的開示 送 因為招來這個衰運 禍言子孫 問一下冬瓜大哥 冬瓜大哥最熟了這些 有聽過哪些禍言子孫的 陰宅壞風水 陰宅壞風水 我是見過一門在南四角 其實那個也是 南四角 我去看的時候 是透過朋友介紹 透過朋友介紹 那時候 因為他常常夢見他爸爸 就是感覺不舒服 那我想說這個應該也沒有什麼 他說是不是 拜託我是不是到山上去看一下 請老師到山上去看一下 那我就幫他約 因為我看到山頭那個風水 我帶老師去的時候 感覺這塊很漂亮 很漂亮 他的青龍白骨都很明 明珠 珠雀都很OK 都很不錯 可是就是那個荒衛魂金產時 方位差一點 對對對 那我們到時候去的時候 他一直一直 我沒有告訴老師 我說老師 我朋友說 請你幫他看木屑 那我就帶他上去看 你看那個木屑上面 整個木屑我也是也嚇一跳 那個木屑都是草坪式的 以前都是土壯 土壞的這種 比較傳統 沒有做那個裡面沒有切 切水泥的 沒有氣墻的 裡面沒有氣墻的 對 因為這樣我們都是做 做有氣墻的比較安全 才不會塌下 對 你還是有鋼筋水 你要去把它空起來 空起來 對 但是完全用土壯的方式 然後用土壯的方式去造 那這樣一定會長草 對 那長草很漂亮 韓國草長得很漂亮 可是那個 那個上面啊 韓國草上面就長那種蜘蛛 一搓一搓一搓 那種蜘蛛絕網 沒有覺得很大 只要說手長大 好像發霉這樣子 對 一看就什麼好像是發霉 整個木屑都是 然後那個墓碑 換形 那肯定有問題啦 墓碑變色 然後那老師去都沒講話 就有講話 這在水球音色 那它 那你說它的墓碑變顏色 它是乾燥的變色 還是潮濕的變色 很乾 乾到變色 那怎麼會是裡面硬溪 對 那硬溪是有的變乾溪 有的變豆腐溪 這種東西真的在 埋在地底下 不能亂講 也許是那個 它另一邊環境的問題 還是怎樣 那老師第一句話就說 I own 硬溪 他說我嚇出一聲冷藍 我嚇出一聲冷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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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我嚇出一聲冷藍 開關 見真章 打開裡面濕水都淹住 沒有真的硬溪 對 都淹起來 對 因為 我的感覺是 所以它整個棺材都泡水就是 對 它當初買那個棺材 真的是很好 對啊 那是很好的一副棺木 那可能我在猜是 那個穴沒有打好 造成這個裡面水沒有辦法化 那因為買太好的棺木 真的也是不好 因為它油脂 油脂很好 對 它沒有辦法吸附 吸附那些水 你知道 就變成泡成變成洞子 所以那個水氣是 屍體慢慢化出來的還是說 就濕濕的 就像豆腐那樣子濕濕的 那個東西是這樣子 像這個 凡規公的這種情形是什麼情形 就這個棺木當中 在我們台北的像鞍坑 中河 這個地方木屑有很多 你看可以看到 上面有些像霧氣的那種 像那個蜘蛛網就像霧氣 所以你從這方面 在風水鞋上一個常識上 可以看到說 底下絕對是豆腐音 就像我們的滷豆腐那種 都會音調 所以有時候這樣開下來 就是這種情形 鞍坑這一帶的時候 常常那個東西 它不是 像只有一個很多小蜘蛛網 它會整個像草上 就像有一個霧氣 變白白的網子 這種情形之外 開下去 裡面就是全部整棺是水 那個有時候 像我們在那邊開過以後 它裡面等於說 不是花霉 它整個就棺木的冷縮熱汗 外面的水氣 全部到棺木裡面 整個棺木裡面 就像浴缸裡面 整個浴缸水滿滿 一個屍體好好浮在 沒錯 不是 棺材不是會打洞嗎 會讓有流水 有的打洞 比如說有的打兩個小洞 可是兩個小洞 那如果拖去不夠 裡面有放一些褲錢 會堵住 所以流不出來 後來那個有錢人有怎麼樣 沒有 很好奇 對 不是 我跟你講 一般找到我們人 有時候問題的人 就是一定 一定他真的是出狀況了 從高波然後一直下 你知道真的是 我一直一聽到 他說很多不可思議的事情 他常常在摸念他爸爸 然後呢 人家說怕恐懵 我們怕恐懵 自己沒錢你知道嗎 對 然後又去借人家錢 自己沒錢 可是他就挺他老闆 那我借錢我口袋的錢 全部借你就好了 他甚至連他的房子去貸款接他 老闆 真的怕恐懵 自己在做什麼都不清楚 跟他母子 跟他母子 也是貸款 找這個老闆 他明知道這個老闆已經不可以了 他也是一直找 就是貸恐懵 是是是 結果 我們講到說 看 我還 我 老師就看隔兩天嘛 就要馬上取決 因為我一定會 我還陰性 陰性 陰性 他說一直 他一直說 我不想站在這個地方 喔 想要欠 我那個朋友說 我不站在整個地方 我問那個老師跟他講說 就是站在整個地方 為什麼 這個風水真的很好 只是把它處理好就好 對 然後把它整個 把土挖起來 再轉個方向 轉一點方向 對 還是原來那一塊棺木 沒有 就撿起來 然後把它撿骨 因為就沒辦法 一定要把它剃掉 把這些骨剃掉 他也不少 不少 不少 就把它的骨剃掉 剃得乾乾淨淨淨 然後再把它 就是照傳統方式 就笑到阿嬤姐 他怎麼 弄得好色 再把它撿起來 再把它 塗上進去 然後現在就 因為就沒有打電話找我了 很多沒有打電話找我 就是好事了 對 不然大家才不會找我 是 大家才會找我 OK 是這樣子 所以說 其實我們這樣 慎中追遠 我們不是說我們的仙人 走了就不用管他了 偶爾還是要去尋一下看一下 對 要照顧一下 是 對